那老师呢,我们今天主要会介绍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老师该知道怎么念吗? 嗯哼 嗯哼 就是嗯哼 然后另外一个叫Beru 好,所以这跟虚拟摄影盘有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学校里面 有可能没有像中心这边有这样的虚拟摄影盘 其实你也可以透过软体的方式 来完成,事实上 如果老师要用这个的话 其实现在是只要浏览器就好了 当然了,我必须承认就是你要用电脑的浏览器 平板跟手机不支援 因为它效能上的关系 所以你还是要用电脑的这样子 但是呢,你不转软体是OK的 好,那我们呢 一样的我们往下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一些基本的资料介绍 那最近呢,因为也怕那个LINE的朋友太多 所以现在也要开始有官方账号 哈哈哈哈 这样比较不会不小心超过那个人数 就不能加朋友 好,那所以如果老师呢 你有兴趣也欢迎你加入我的 那么左手边这边,你可以看到我的部落格 好,那我经营部落格,有经营YouTube频道 那最近呢,也是有再继续陆陆续续 写了一些包括AI的啦,Notion的 相关的一些内容 不安全 好,哈哈哈哈 那你在左手边这里,就会看到 这个是我写的高纸的教训书 然后下面这边 应该这个跟老师的 相关度比较高一点 就您在教学上可能会用到一些 工具的 您就可以到我这个网站 来稍微看一看 好 在这边 好,那上面呢 我都分门别类 包括像各位老师 很常用的Canva 好,然后像AI的部分 还有网路摄影机啊,对不对 今天我就做这样子吧 哈哈 这样你有没有感觉 跟上线上课是一样的 是 我都看着你 我们没有大小心 你坐多远我就一样大支 哈哈哈哈 老师还可以走动嘛 对不对,这样 比较好一点 叫你来看这里 你就不要看到别的地方 你要看这边 哈哈 这有小工具可以玩 这个是叫做LOM LOM 其实疫情的时候 它是可以比较方便 就是 可以录比较久 但是 它现在又恢复正常的 所以我现在反而 比较少用它来录影 就是用这样子 让我的画面 可以 呈现在萤幕上方 好 就我觉得这个效果还不错 因为 四四方方的老实讲 是比较占空间一点 嗯 好 所以就是 重点是老师要可以动 哈哈哈哈 不能坐定这样 好 那另外下面这边呢 你看 这里有虚拟圣粉 好 因为一般之前 大部分老师用的都是OBS 比较多 当然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 我通通交代在里面 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是跟 下午有点关系的 3D的部分 3D的部分 其实是还蛮好玩的 那这个 它有线上的 也有 就是软体也是免费的 这都是开院的 所以您可以在这边 看到我写了很多文章 写了很多的这些 教学 包括 生成次AI 你要生成材质 要生成3D模型 下午主任会介绍嘛 那我也有找几个 在如果今天时间有够 我也会先讲 你就可以 多参考一下 因为现在有了AI帮忙 嗯 感觉起来 大家都变得比较厉害一点 好 这样 我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